新型可穿戴设备可让佩戴者通过振动理解语言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 爱因霍温科技大学的一个学生团队 一直在研究一种可穿戴设备 它可以让人们通过手臂上的振动 来理解另一种语言的内容 尽管如果每个人都说同一种语言就好了 但实际上当今世界上 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语言在使用 虽然你可以花大量时间学习用飞母语交流 但在许多情况下 技术可以帮助铭合这一鸿沟 从在线翻译服务到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到专用设备 该系统包括一台目前能将书面文字 转换为英语的计算机 不过该团队正在努力将人工智能纳入其中 以便待装置能够翻译任何语言的语音 并找到一种将该技术嵌入服装的方法 不幸的是 这意味着用户在能够感受到这种新的交流工具之前 需要学习振动字典 但领导HARD团队的工业工程系学生Lisa OVD-Westberg 她通过一个月的学习 就已经掌握了这一点 当计算机系统完成后 她将就可以进行 从原始文本或语音翻译的粗重工作 如果学生们能够成功地让该系统实施翻译语音 她不仅有可能为佩戴者 提供一种非侵入性的方式来理解非母语者 该团队还认为 该系统对聆雅人特别有用 与其依赖纯语或手语等视觉交流方式 一个人将能感受到正在说什么 现在我们只用指尖控制我们的手机 HARD团队的创始人维亚特差纳说道 想象一下能使用你身体的其他部分 来更容易地接受信息 如通过你皮肤上的振动 这种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 该项目的工作仍在继续